继续我们的主角是一个礼仪师 他看多了人情事故和生命无常 但当他自己面临生命考验的时候 他反而有不同的体会 以前是习惯开快车的职业妇女 方瑞萱在慢活的这一年 改成骑机车去公司 为别人多想一点 方瑞萱的专业也需要这样 他从事的是一个不太能笑的服务业 有人说专业是下三月了 下九月了 可是现在的专业其实 需要很专业的东西 很多客人信任他 家族的事都回头找他 家族有时候反而比较喜欢 女人比较贴近一点就好了 需要细心处理繁琐 也要明快处理人情冷暖 因为失职的丈夫 他理想中成家养家的人生计划 得自己一尖挑 使这件事情切大东西 是人心 有一部分的工作必须靠说话 但上天让方瑞萱 罹患了蛇癌 2016年夏天确诊 然后拔牙切除半个舌头 割大腿的肉来补好 他才能像现在这样讲话 习惯看死亡 挫折也没少过 房瑞萱是平家女孩 母亲重男轻女 虽然爸爸疼她 也只能读到国中 他去工作 公司里很照顾他的老员工 外省伯伯 突然吐血去世 第一个盗班的少女 被迫去擦干净地上血字 直面死亡 就是阿贝 上走的时候 我要拿拖把 把房间的血 擦了进去 那时候我好害怕 那阿贝他随身的泰克军笔 唯一是对这种东西 是没我的 说是上天给他挫折 就给他奖赏 倒不如说是 他年少时得到的爱与温暖 总是奇异的 与恐惧和痛苦并列前来 房瑞萱学会了随时抽离 客观看事情的不同面向 我的密室小孩 直乱救回来的 我前说最严重的一切外遇 我还有大个子 我女儿还有我女儿 我站到河崎上 我想跳下去 就那时候太重 我女儿在动 我突然意识到 她合着 她好合着 我就笑了何其他回家了 可是那天 我整理一件事情 我最需要这个男人女生 像她一样 倒霉又心软的女人很多 前夫不珍惜家 有钱就坏掉 她两度给前夫机会 糟糕的婚姻 却让她得了忧郁症 过程中女儿已经从婴儿 长成国中少女 前夫还是只会回家要钱 我女儿 她和我讲说 她女儿 如果你真的放手 你为什么自己离婚 我再一次决定 我要离婚 而且永远就回头 她要到小孩 我就知道 那你要 我要 下班在赶去离婚后 常去的病友协会服务站 这里是一年来 让方芮萱感觉 开心温暖的教室 她学会织毛线帽 给同样经历化疗脱法的病友 织毛线帽送给病友 因为她也曾来这里借假法 人总要互相感恩给温暖 因为无情的事太多 她记得一家客户 赚大钱 住外国的兄长们 计较费用 征产 最穷的老妖 为父母养老 葬礼上还被看不起 客户蹲在路边 为人心的现实哭了 儿子过来拍拍妈妈说 别哭 我在 两年后 这乖孩子的父母 来找方芮萱 他儿子 就是这长子 预外 走了 我在里面当傻 去 所以还去 我没有当傻 人生开始学习 承认自己的脆弱 还不止这次 2016年蛇癌 相依为命的孩子们一句 要他在 因为病 他得少说话 多去观察感受 才发现有很多 爱他的亲人和朋友 陪着他开刀 帮他安排 减少工作 水饺是煮给朋友吃的 从入行就陪伴的老友 中午来一起吃饭聊天 加生蛋黄和鸡汤的粥 是煮给自己吃 等电疗伤口复原 才能装假牙 癌症现在是 还好治疗的 只要你好好 在征服衣服 很难使的 所以不要想太多 给自己能吃的范围内 最营养的 方芮萱决定要活 这样谢谢我的医生 我的医生很特别 他说我太招是 如果你要打包去 你就不要太招 我没有 就是这个事情你要负责 不是我要负责 只要多想 想一点 就是说没有 你安排谁也做 想的时候要做什么 安排好 只要看三年五年后洗 你就安排 一直老去安排 安排一天 嗯嗯嗯嗯 一天也越来越 一年 你知道哪一天起床 太阳还是头脑就在 开始做 我很早就写好医生 我一直每年 安心 每年换 因为你做这个行业 你知道医生很重要吗 我欠人家多少钱 人家欠我多少钱 还有 我要喊账 医生在哪里 换子准备好了 但现在的方芮萱 恍然大悟 死后会有像他一样 专业的人员包办一切 他要负责的是活好当下 我是觉得你用那种 碎碎的 因为自己太正气了 这群人全都是癌症病友 但他们的生活都不只是 面对病痛的烦愁苦了 把痛苦看小 把快乐看大 方芮萱也已经学会了 一人要喝 那就傻傻地喝 只要太生女啦 人生女就没有这样 任何事情任何困难 都要把它简单化 这件事是什么简单化 这个时候 所者比说它好新的价值 方芮萱前半生都为了养家 拼命赚钱 被迫慢活的这一年 瘦很多 失去了舌头牙齿 没有了清晰的口条 但眼睛亮了 我没有想过 我还可以跟我这种快乐 为自己好好过日子的快乐 老天喊暂停 让他的生活中多了很多 跟赚钱无关的事 学手艺 种花石草 拍照 该失去的 年轻到现在吃的苦 都带走了 电疗后再长出来的头发 便卷了 像是烫过的波浪 这次方芮萱被上天的手 变得柔美 也第一次学会 对自己温柔和放松 我这一队子 现在就快乐 现在就快乐 嗯 我记得 现在 乐的自己 生病这一年 居然是人生 最幸福的一年 人生一定有困难 但就看我们 有没有积极面对的能耐 一步脚印 发现新台湾 我们下礼拜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